大家好,欢迎来到心血管疾病预防和康复项目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阅读食品标签 在本节课中,我们会为您讲解一个食品标签包含哪些组成部分 以及什么是每日营养价值百分比 我们为什么要向您介绍食品标签的阅读方法呢 研究表明,大多数人都觉得阅读标签很困难 然而,您可以通过学习这一节课来增加阅读标签和选择更健康食品的一个信心 读懂食品标签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您选择更健康的食品 首先,您要了解的是,食品标签是由三个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 它们包括了营养成分表、成分列表以及营养或者健康声明 所有包装食品都将具有营养成分表和成分表 营养或者健康声明而是选择性的 因此您不会总在包装上看到它们 让我们从如何阅读成分表开始吧 您会在包装的背面或者侧面找到配料表 它列出了用于制作食物的所有成分 重要的是要知道,成分是根据其重量从最大到最小的顺序列出来的 这意味着列表中的第一个成分含量最高 列表中的最后一个成分含量最低 阅读成分清单时,请您要着重查看列出的糖分、盐分或脂肪的位置 对心脏健康的饮食需要限制糖分、盐分和饱和脂肪的摄入 因此请选择那些将糖、盐和油列在成分表末尾的食品 如果您要购买穀物产品,比如说像面包或者穀类食品 请尝试选择以全穀物作为第一成分的食品 您可能会在市面上看到两种不同类型的成分标签 它们最大的变化是列出成分的形式 比如说在左侧表中,您可以看到红色框中有不同种类的糖分 比如说像花式糖蜜或者红糖 而在右侧的标签则是将识别糖的来源变得更容易些 因为所有糖类都归类在一起被列出来了 营养成分表告诉我们有关食物中营养成分的信息 它必须包括分量、卡路里和每日价值百分比 它还必须提供有关于13种主要营养素的信息 这些营养素包括脂肪、饱和脂肪、反式脂肪、胆固醇、钠、碳水化合物、纤维、糖、蛋白质、维生素A、维生素C、钙和铁 除此之外,其他的营养素是可选择性的 由制造商决定是否被列出来 营养成分表在所有食品包装上的样子都是类似的 这使得我们查找所需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些 在这张外面片上,您可以看到我们重点介绍了一些重要的营养素 比如说像纤维素,以及对心脏来说非常重要的钠、糖分和脂肪 结合上一节课学习的内容,您可以知道 钠、糖类和脂肪要尽量减少摄入 而纤维素则是我们需要增加摄入的一种营养素 在阅读食品标签时,请您务必先从分量开始 这是因为营养成分表上列出的所有信息都是基于分量的大小 分量将是以您可能熟悉的方式量出来的 在家里都可以得到测量 比如说像一杯或一个鸡蛋、一片面包等等 括号内还将有公质单位 比如说像克或者豪生 这使得我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对比某一类相似的产品 在比较产品时,也请您务必要注意分量的大小 因为不同品牌的产品可能会有所不同 在图片展示中,您可以看到每杯穀物的食用量为55克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的品牌可能有不同的份量 多数的食品标签将尝试使分量标准化 这使得比较相似的产品更加容易 这些分量也将与您在一顿饭中可能要使用的量相似 图中的示例显示了一盒473毫升的牛奶 原始食品标签中的每份食物量为一杯 仅为二分之一盒的牛奶 购买一小盒牛奶的大多数人可能会喝掉整盒 那像新的食品标签则将改为每整盒牛奶一份的分量 因为这是您一次可喝的量 所以读懂营养成分表中的分量非常重要 此外,您要考虑的食品标签中的另一个部分 是每日营养价值百分比 通常在营养成分表的右侧可以找到每日百分比值 这个百分比用于大多数的营养素 每日营养百分比值会告诉您营养成分是少量的还是大量的 每日百分之五或者以下的百分比被认为是偏低的 而每日百分比是百分之十五或者以上就会被认为是偏高的 比如说在这一杯涂上列举的果物中有六克的纤维 除非我们知道当天需要多少纤维 否则可能很难知道该产品的纤维的含量是多少 如果我们查看每日的百分比值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百分之二十四 这就意味着一杯这种果物中 每日建议摄入的全部纤维中有百分之二十四的含量 由于该含量高于百分之十五 那么这就意味着该果物中含有很多纤维 重要的是你要记住 每个人对营养素的需求都是不同的 这些数据是针对一般人群设置的 并且基于每天2000卡路里的饮食 因此您对其中某些营养素的需求 可能于每日价值百分比中列出的有所出入 如果您想制定一份属于您个人的营养摄入计划表 可以咨询您的家庭医生或者转诊到营养师进行咨询 那尤其对于心血管患者而言 我们希望您的每日百分比值达到百分之十五或者更高的营养物质 是纤维、维生素和诸如钙或者铁等矿物质 这些是我们想要尝试从饮食中获取的更多的营养的营养素 对于我们要限制的营养素 比如说像饱和脂肪和钠 那请选择这些营养素的每日价值百分比不要超过百分之五的产品 另外也请您注意我们的饮食中要限制糖分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 做一个小练习 图中的麦片的铁和钙的每日百分比值是偏高还是偏低呢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钙 它的一个每日百分比值是百分之二 因此它是一个低钙食品的一个选择 那铁呢它的每日百分比值为百分之五十 那么就说明了这个穀物是高铁的一个食品 那我们综合而看 由于该产品是个穀物 因此如果添加了二分之一杯脱脂牛奶 那么您会看到第二列显示的营养信息 由于牛奶是高钙食物 因此钙的一个每日百分比值就从百分之二上升到了百分之十五 因此现在可以将它看作一个高钙和高铁的食物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看您会选择图片中的哪一种酸奶呢 对于女性的一个建议是添加糖少于每天六茶匙的 而男性的建议糖摄取量是小于每天九茶匙 那我们说的人工添加的糖包括了像红糖 蜂蜜 糖蜜 果酱和果汁等 但是某些食品比如说像酸奶中是含有天然的糖分的 添加糖的每日限制为六到九茶匙 这并不包括了天然糖 然而大多数食品的标签都无法区分哪些是天然糖和其他的人工添加的糖 为了帮助您确定食物中是否含糖量少还是含糖量多 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数学运算 那4克糖等于1茶匙的糖 如果您将营养成分表中列出的糖克数除以4 就可以得出每份糖茶匙的数量 那让我们来看看这两种酸奶 在左侧您可以看到不加糖的酸奶 每四分之三杯可食用6克糖 那您可以将6克糖除以4 那我们可以得到1.5茶匙的糖 由于这种酸奶是不加糖的 因此所有糖分都可能是天然糖 而对比之下在右侧 我们有一个加糖的酸奶 每四分之三杯含19克的糖 将19克糖除以4 我们可以得到4.75茶匙糖 这种糖中的大部分可能是添加糖 从这两种选择中 不加糖的酸奶将是对您来说更具有营养低糖的一种选择 最后您可能会在产品上看到有许多营养声明 以下是一些您可能会看到的营养声明 比如说脱脂的 低脂肪 淡的 不加糖 无糖 不含胆固醇 无胆固醇等等 它们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卫生部制定的特定准则 才能添加到食品标签上 这些声明对选择产品是非常有帮助的 但是查看成分表和营养成分表也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不能仅仅依赖于营养声明 举个例子来说 您非常熟悉的橄榄油 它的一个营养声明上写出了extra light 那这个extra light 它可以是指颜色或者味道 比如说颜色是清淡的 或者说它的味道是比较淡比较浅的 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含义 那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它其实并不是指该油的脂肪的含量 所以说营养声明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导 但是当我们查看营养成分表时 可以发现它实际上包含每日钠含量的15%以上 成为了高钠食品的一个选择 因此阅读营养成分表 找到每分钟的实际钠含量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可以看到在豆类罐头 西红柿以及某些调味料或肉汤中 寻找到无盐的一个营养声明 这就意味着在制造产品时 并没有用到任何盐 当您尝试选择低钠食品时 这就是一个有用的一个营养声明 那么另一个有用的营养声明 是高纤维声明 如果一种产品的每份含有5克纤维 或者更多的纤维 那么它就可以使用一个高纤维的一个声明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资讯 请您登陆我们的心脏学员官网 同时您也可以阅读我们关于健康饮食的小册子 我们今天所讲的全部知识点 都可以在这本小册子中被找到 让我们花点时间来回想一下 您在这节课中学到的知识吧 把您认为重要的新的知识点写下来 这将帮助您记录所学的内容 另外您也可以把有疑问的地方写下来 与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 回顾今天的内容 您学习了一个食品标签 含有哪些组成部分 以及什么是每日营养价值百分比 如果您有时间 也可以提前阅读我们下一节课 将学习的内容 情绪健康 感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